粽子是蒸还是煮? 煮和蒸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来加热粽子 煮生粽子一般要两三个小时 蒸生粽子则要四小时 若粽子中有肉的话 还要适当再蒸煮久一点 用蒸的方法可以一次性加热多种口味的粽子 而且不创味 这样热出来的粽子也不会太粘 粽子的主要原料是糯米 不易消化 如果吃太多容易引起负账 因此正常人每次也要少吃一点 吃粽子的同时可搭配蔬菜、水果 以帮助肠、胃如冻 避免消化不良 但不要与含水分很多的含性瓜果类一起食用 比如西瓜 阴脸造成腹泻或腹筒 有些人喜欢把粽子放冰箱后 冰一段时间再吃 这样的粽子又硬又冷 对身体容易造成伤害 所以最好取出来 充分加热变软后再吃